百善孝为贤 万恶因为首 我们这个系列 是叫父母跟子女 因为父母生你 你是他的子女 所以我们这个两个 联系在一起 说百善 也不止一百 不止几百 但是首先要突出的 父母 我们在章号里面 讲过这个类似的 课程 但是不够系统 我们来到这儿 一定要更负责任的一点 大家 也是真的 愿意学习的 书非诫 不能读也 甚至 再进一步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单独的 咨询 甚至 单独的 收课 不过呢 我们会把整体的 都 都 废话说清楚 没有一些特殊问题 这样也可以了 那 小谷不用种水 那天天一点 就通了 那么 那么 说父母 我们 说两个事情 一是恩师 曾师强先生 留下来的一句话 叫 敬畏天地 敬畏天地 圣前 敬畏 祖宗 那么这个就是 所谓的君子三位 的一个演变 为天命 也指的是天地 自然 为 圣人 有德行 为望 自己修身 修得很好 甚至能治理天下的人 那 内 圣外 王 敬 祖宗 这个祖宗 这一课 我们会在那个 加封的那个系列 祖德 福报 这些 单独再说 但是这个所谓祖先 祖宗 和你直接有密切的 联系的 那么 父母 就是你最近的 你的基因的延续 最近的 父亲一半 母亲一半 这都是非常科学的 都是通过至少仪器 能够看得到的 还有 就是我们 结婚的时候 现在人都不懂 都不懂 穿的衣服都是 黑的 白的 那我们自古几千年来 什么时候穿黑白 对不对 那 结婚 延续 延后 添加 香火 那是 要增人的 你捡人的时候 穿的衣服 看见他们没有文化 他们什么都不懂 你那个时候 拜过天地之后 那为什么先拜天地 这就是我们 道 道 鸡了 你是人 并天地之气而生 是 受生于 父亲母血 借助这个 依托 然后 浑 住了胎 才有了生命 才有了你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就是父母 父母完了呢 才能 夫妻对拜 这才是论理刚常 自然之道 你不能 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父母之后呢 就是夫妻 这个父母是先天的 就好像天地一样 先天的 那夫妻呢 是后天的 我们两个没有学员关系 我们指的是 可见的这一部分 那可能 前多少多少 你看不见的那些时候 然后又来的人间 还是有一定的缘分 没有缘分 到不了一起 但是这种缘分 就各种形式了 所以 后天呢 他叫夫妻 我们夫妻男女 这一刻非常重要 嗯 不亚于我们父母 因为 夫婚妻 是陪伴一生最长的 爱情 也是人世间最 我们会在那个系列 专门讲 那么 子女 我们也是在这个系列 子女 已经成为 现在的 皇帝 家家的 小皇帝 小神兽 越活越道歉 我们一代 父母 一代我们 然后子女 按说一代 要比一代强 一代福报 越来 这个家底越厚 越来 发展越好 这才对 这才对 而现在呢 这是浪费 把孩子养成 小霸王 太麻烦了 越来越不像话了 一个孩子 都这么难搞 那以前呢 怎么活的呢 不是很好吗 那至少 你这个时候 你能有你这样 是不是都觉得 孩子不如你听我 大都是这样 现在 那将来的 更麻烦呢 自孙中山 非洲地质以来 我们 这个国家 没有所谓的 这个皇帝 封建制 其实 以前的皇帝 真正好的皇帝 那是 亲力亲为的 那是 三公九卿 造而论道的 那才叫好皇帝 他不分这个奉献 这是现在的词汇 我们形容 是 形容这么一个人 不是针对于 某些人某些事 这是一个 代臣 这个皇帝 那么家家 都有皇帝 说社会上 也有皇帝 那就是一个 企业的老板 唯我独尊 则为自由 无所谓民主 你觉得 家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早早的 没有正确观念的 自由民主 无限制的 自由民主 那是好事吗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 要 说说清楚 怎么跟父母相处 我们只能用相处 这个词 已经讲得很不小 但是现在社会 都是小家庭 都没有那种 五十通堂 甚至三十通堂 没有 没有一起住的 很少 楼房 什么什么 都是现在搞出来的 搞得人 越来越孤僻 越来越自我 越来越无奈 还觉得 很好 然后子女 这个 就涉及到 先要教育 先要教育 然后再谈其他 那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你从小 扎好根之后 以后你可以不管 可以不怎么管 那我们 接下来 一步一步 走 好